是 Hello 大家好 我是禹治 在泰國呢 大家都叫我Nick 其實我的職業和我的外表很不搭 我是一名大學老師 然後第三年了 好 那在進入今天的分享之前 我想要先請教大家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这周有上健身房去运动的同学 可以帮我举个手吗 哇 还蛮多的 对保持良好的体态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 我想要问大家 这个月有做任何瑟瑟的事吗 有的话可以帮我举个手吗 哇 果不其然 大家只要提到这样子的话题 就会觉得很害羞 其实对我来说 情运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今天呢 我想要和大家分享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 距离现在23年前 在我们屏东 发生一件非常令人心碎的故事 当时就读国中三年级的叶勇志 因为性别气质相对阴柔 长期受到同学的霸凌 所以呢 他只能利用上课时间去上厕所 为什么不是下课时间呢 因为他如果用下课时间去上厕所 可能就有一群霸凌他的同学 尾随他 然后脱他的裤子 检查看看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有一次呢 叶勇志依然在课堂当中 去了厕所 便再也没有回来过 叶妈妈呢 曾经在纪录片当中提到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叶勇志有一位老师 曾经跟叶妈妈说过这样子的一句话 她说 勇志的行为很奇怪 她喜欢做女生才做我的东西 叫叶妈妈带她去看医生 这件事情呢 其实让我回想起三年前 我进入第一所大学任教师 所发生的一件事情 当时学校的社工师 为我们提供了私自培训 那在私自培训当中呢 播放了叶勇志的影片 当时呢 有一半的老师已经先离席了 那剩下的一半老师呢 特别是生理男性的老师 他们满多都在打瞌睡的 然后呢 社工师这个时候 就点了其中一位男老师啊 就问他说 那老师 你对于刚刚的影片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他根本没有在听 所以他随便回了一句 他只说 孩子们打打闹闹又怎样 然后呢 我就帮他复习了一下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竟然回答 为什么叶妈妈 连自己的小孩有问题 都不知道 当时只有26岁的我啊 第一年教育 真的是听不下去耶 我接过麦克风 我说了一句话 其实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那位男老师 知不知道我到底 对他说了什么 我记得我只默默地说了一句 我很幸运 自己出生在一个教育相对普及 民族相对进步的年代 如果我们的长辈们 所经历的 是从现在式的手机 到智慧型手机的进步 那么我认为 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 所经历的 则是从无知 到自由思辨的进步 我常在想啊 如果我们身为一名教育工作者 我们都不能用更平等的思维 去看待孩子们 不一样的特质 那么这样的我们 又有什么资格 站在讲台上 和学生说三道四呢 32年前的故事 听起来好像离现在很遥远 但你和我都可能在不同的时刻 成为某一种相对的弱势 或者是少数 所以你和我的成长过程中 我们或许都曾经是叶勇志 好 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第二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稍微气氛好一点 是 在我硕士班第二年 我因为受不了 日本高压的生活 还有环境 对大家知道硕士 最重要的就是写硕士论文 真的是写不出来 对我给自己放了两个月的长假 我到了英格兰南部 一个叫做卧星的小镇 我在那里认识了一群泰国好朋友 那为什么是泰国人呢 其实我在日本求学时间 我都是跟泰国人玩在一起的 虽然我完全听不懂任何一句泰文 但是这样讲可能有点夸张 我总觉得我们的心灵是相通的 就是我跟他们待在一起的时候 会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 我想或许是因为我们都是一个 不拘小节 我们对于爱人的方式 都是一样直率的人吧 我在英格兰呢 所认识的这群好友 他们其实是泰国师范大学 附属实验学校的老师 那我当时啊面对这群教育界的大前辈啊 我真的很兴奋耶 因为当时教育硕士二年级的我 即将面临的就是成为老师 或者是不成为老师 抓住他们 然后分享了很多 关于老师的成为老师的烦恼 我是台湾人 然后我在日本念书 所以我有很大的机会 没有办法在台湾 还有日本成为体制内的老师 我把我这个烦恼 跟我这些泰国的狗狗姐姐们分享 他们只问了我一句话 你有考虑来泰国吗 哇 这 我可以去泰国吗 我有很多泰国朋友啦 我很喜欢吃那个打炮猪啦 我可以去泰国吗 可是这句话呢 当时成为了我一个服务 当时我想当老师 并不是想要赚多少钱 也不是想要有多么稳定的工作 我想要实践一些我的理想 所以我马上答应了 于是他们当天非常行动派的 帮我联络了学校的主管 然后并请他们开始为我着手 国际实习老师的一些流程 其实非常反复 那过程中的反复 我就不加以叙述了 所以呢 我当时也在英格兰两个月的课程结束之后 我短暂的回了趟日本收拾行李 再短暂的回了趟台湾 办理我的签证 我就飞往着我人生的下一个旅程 泰国曼谷 是的 在泰国担任实习老师的第一天啊 有一位元老级的男性老师 大概比我大20岁吧 他很兴奋的看到我 就说 嗨 Nick 我是这个学校的皇后哦 以后在这个学校就我照你吧 其实我听到这句话 我觉得哇好惊讶哦 然后他说完这句话之后 我还在傻在原地的时候 他就爆笑的离去 我就在想 哇 这是我过去在台湾 还有日本受教育的时候 没有接触过的教育方式 在这里我实现了一个很大的目标 我有很多的机会和我的学生 还有我的同事其他老师们分享性别议题 我们甚至可以在副校长再聚会哦 然后大谈我们前阵子的性经验 对不对 那我还记得吧 有一次我在教孩子们什么是LGBTQ的时候 有一位小女生很兴奋的举起手 他就说 我知道我知道 因为我自己就是bisexual 哇 这个时候全班同学都给他超级大的掌声 然后甚至有官课老师看哭了 我问他哭什么 他说 他好为自己的学生感到骄傲 在泰国 我看到了很多元的教育方式 我看到了 接近平等的私生关系 我看到了老师和老师之间 有相对友善的相处模式 更看到了 他们为了学生大量评认国际教师 不只是欧洲的老师哦 还有很多来自东南亚的老师 有时候啊 我常在想 因为有了这样子的经历 所以我立志要成为一位老师 那回台湾任教的这几年啊 我其实也常常遇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 比如说做爱情沙龙的时候 就会被说 哎呦怎么样怎么样 这是台湾的不是美国的你做什么 之类的话 但是呢 每当我感到失落的时候 我就会想想 我在泰国实习 当时只有26岁的我 所经历的那一切 我就觉得 哇 想想当年的自己 再想想成为老师的初心 或许这就是我继续坚持下去的能量吧 第三个计划 第三个计划 其实刚刚不小心讲出来了 就是爱情沙龙 是的 大家听到爱情沙龙会想说 知道这什么东西啊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大学时期啊 我知道了一位叫做王丹老师的人 那当时王丹老师啊 他开了一个叫做中国沙龙的计划 那中国沙龙简单来说 就是为所有对中国这个国家 有想了解的欲望的台湾大学生 开设了一系列的沙龙 那当时我便想 如果有一天我也可以成为一位大学老师 我一定要像王丹老师一样 就是为学生开启一系列公益性质的沙龙 2020年 也就是我回到台湾 成为大学老师的第一年 我想起了王丹老师 我便开始思索 有什么议题 是我认为非常重要 或许学生也会感兴趣 然后学校却不教的呢 想了想 我想起大学时期的自己 当时的我是多么渴望 有一位老师或是师长 能站在人生的前辈的角度 跟我们聊聊他的恋爱经验 再听听我们的烦恼 或许我们的人生就不用走到 这么多走不出来的框架了吧 于是我开始了爱情沙龙的不轨路 我当时啊找了一间空教室 在每个星期三晚上 为学生提供一个可以轻松谈论 爱与性的空间 在这里呢 没有老师与学生的上下关系 没有所谓的长篇大论的教育啊 还有理念 你甚至啊 可以带着你的晚餐 或是带着你的点心 一边听我们分享 一边一边大口的词 如果你想要讲讲你的感情 你就聊吧 如果你不想讲那你就听我们的故事 爱情沙龙很幸运的 从起初的四个人 慢慢增添到数十个人 从屏东出发到中北部 最后有机会去到了日本和泰国 在这里 我听到了很多很多 只属于那个年轻的灵魂 才有的烦恼 也听到了各式各样 甚至是我 人生二十多年来 所没有经历过的情感故事 有时候啊 我觉得爱情沙龙 它有一种很特别很特别的魔力 大家可以想一想 如果大家修了一学期的通试课程 或许跟你的同学 还是不会很熟吧 但在爱情沙龙 他们却可以透过两个小时的沙龙 变得非常要好 经过了几次的实验之后 我想 或许是因为我们台湾社会 对于性别议题的保守 我们往往将性 视为最私人的领域 所以一旦我们跨过这个话题的防守之后 我们其实就没有什么好烦恼 没有什么好隐瞒 没有什么好难以启齿的了 看着同学们提起初恋时的那种羞涩 又看到他们提起前男友 前女友那种悲伤和憎恨 以及某些同学啊 在分享自己的情欲经验时 那种充满刺激和快感的表情 我都觉得 哇 我的一场爱情沙龙 可以听到这么多故事 真的好值得啊 保守的家庭教育 说到这里 大家或许会以为 我是成长在一个非常开放的家庭吧 其实恰巧相反 从小我的父母亲 我的阿嬷 我的老师 对于性别观点都是非常非常保守的 他们不会和我谈论到 几乎任何关于性的议题 甚至呢 会觉得性是一件很肮脏的事 然而也在这样子的成长背景啊 也让我在迎来我24岁人生中第一次的性经验的时候 我心情上非常非常的彷徨 还有复杂 我不知道如何戴上保险套 然后在 进入的时候 我甚至不知道我该怎么做 所以在当时啊 我真的是一阵慌乱耶 台湾的教育下 没有人告诉过我 性是一件如此美好 且真实的事情 也因此呢 在第一次的性行为后 我伴随而来的 其实是无限的后悔 还有自责 我也觉得自己很脏啊 但是因为这样子 过度保守的成长经验 也更加确立了我 要做不一样的教育 我想啊 如果我有机会 可以进入教育界 如果我有机会 可以成为一个开明的好老师 或许 就是对于我过去所接受的教育 最好的报复吧 那接下来我想要花一点时间 和大家聊聊 透过一篇文章 和大家聊聊 我的第一次的性经验 对 其实呢 我第一次的性经验 是非常的彷徨无措的 但我试着回想起来啊 我觉得哇 这可能是我人生中 做过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我还记得 那是四月 春天的果实 正丰硕的季节 三十岁的他 是名来自曼谷的研究员 碰巧的是 我们的住所 只隔了一个车站 于是我们毫不犹豫的 约了碰面 对于从未有过性经验的我而言 这着实是场 人生的初体验 我尝试了第一次牵手 第一次拥吻 甚至是第一次的偷藏进国 我的指尖呢 从他蜿蜒的臂膀 游一进了山谷 而心中底层的野兽 亦不听从使唤的 向我触涌而来 此时 我坚持已久的世俗规范 也在这一刻 瞬间被瓦解了 我们横跨过了 险峻的峭壁 走空悠悠山谷 想遍了细水长流 而后释放了 我们堆积已久的欲望 此时我认为 身体是我的 所以他的意向呢 也应该由我来决定 一夜情对我来说 并非只是一场肉体上的欢愉 或许在这一夜 你将拥有它全数的感情 2017年 鱼鸣鼓污 那接下来呢 我想要和大家看几个图表 首先呢 这个是我的硕士论文 那这个硕士论文讲的是 针对台湾 日本 泰国 三个国家 具有教育背景的教育大学生 所做出来的调查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第一个问卷问的是呢 你身边有多少LGBTQ的朋友呢 也就是非异性恋的朋友 我们可以看到 日本人的回答 几乎都是 有百分之六十回答 零个 日本人身边没有LGBT的朋友 我们再看看台湾的回答 最多的是一到五人 然后次多的就是六到十人 我们接着看泰国的回答 蛮平均的 不过有了日本和台湾 所没有的数据 绿色的部分 这个原本不是我的问卷当中设定的 这太多人在后面帮我背注了 他说 数也数不清 我问过他们啊 什么叫做数也数不清啊 你们什么时候接触的 他们说 从小我们就是会有LGBTQ的家人啊 LGBTQ的老师啊 他们会告诉我们啊 所以太多了 我们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啊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表 下一张图表提到的是 你第一次见到LGBTQ的人 不一定是你的朋友 是什么时候 我们看看日本的数据 最高的是这个浅蓝色 都是在大学时期 那我们来看看台湾的数据 最高的是这个黄色的部分 高中时期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小学中学大学也蛮多的 泰国呢 则是分布在小学和中学 好我们看第三张图表 接下来第三张图表啊 所问的是 那你认为LGBTQ的教育 有没有实践的必要 有没有实践的必要 我们可以看到哦 一致都是高于八九层 无论是台湾 日本和泰国 我们都认为LGBTQ的教育 是有需要的 作为一个教育大学生的身份 所以我在这里我可以比较自信的说 我也认为LGBTQ教育是被需要的 是的 那不论是爱情沙龙也好 不论是我在学校招的其他科目也好 常常啊会有同学跟我说 我的研究室其实就像是他们的避风港 在这里我认为 其实身为老师啊 我们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哦 我们不需要通过一句话 去影响整个国家或整个世界 但是呢 如果我们可以透过十八周的课程 让一个孩子或是两个孩子 能够更做自己 对我来说 都是一件非常满足的事情 这些孩子们啊 常常在学期末跟我说谢谢 然而真正该说感谢的人 其实是我 要是没有爱情沙龙 我一定没有机会 听到这么多生动有趣的故事 我们的爱情沙龙 希望能为所有的大学生 提供一个轻松谈论性与爱 并且没有负担的场域 最后 我想要送给大家一句话 南クルナイサ 这是一句琉球话 南クルナイサ的意思呢 其实是一切都会更好的 我十九岁那一年到冲神读书 这句话陪伴了我这十年的光阴 每当我遇到任何难过的时候 我都会告诉自己 南クルナイサ 一切都会更好的 我是Nick 郭玉智 我是一个充满情欲的人 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更诚实的面对 自己心里以及生意上 所有的需求还有渴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